各位,我昨天看了HK01的新闻报道 关于武汉肺炎的死亡率 刚刚公布了最新的死亡率大概是2% 由3%下降至2% 好像也很鼓舞,因为死亡率不断下降 但对于我们有数学的认知,我没有特别去参考过 但在数字的认知上,因为当时间越长 我们每天都有新增的数字,而死亡的数字都有新增 但可能没有新增的感染人口的数字那么快 变成我们去计算的时候,分子和分母的关系是什么 分子就是死亡人数,分母就是感染人数 再乘100%就会得到我们的死亡率 如果是这样的话,因为每天我们不断新增很多人的时候 那是不是会变成人数不断上升得很快 而死亡人数相对不太快的时候 那我们就变成死亡率会下降 所以看到这个数字下降,不要调到轻心 记得我们要保持卫生清洁 戴口罩,录原影我也会戴的 大家记得,勤洗手 大家出街都尽量少一点,知不知道 好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,下次继续再见